大同世界慈善会举办祭祖孝亲法会 希望能够体现报恩孝亲追思的心 大同世界慈善会举办祭祖孝亲法会 深中追愿是我们民族的伦理文化 礼拜普门品功德回向大众 献身父母严年益寿 家眷平安康乐 社会和平安详 历代中期蒙佛接应 往神净土 这次有缅怀祖先追思的一个活动 我们刚开始有我们小朋友有孝亲的茶席 为了让小朋友能够培养 我们能够孝顺 不管是自己的长辈 还是缅怀我们的祖先 饮水思源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中国西食 最为注重的地方 百善孝为先 注重孝道 慢慢的才可以把其他的善 给具足了 那从我们本身的孝心开始来推散 我们说一心十法界 那心习佛 佛基心 心佛众生 这个是三无差别 佛陀教导我们 经验三福 孝养父母 奉食师长 祭祖就是孝亲的具体表现 孝亲是教育的核心 大圣佛法的根基 也建立在孝亲之上 佛法是师道 师道必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史方新闻 贵文曲建议 高雄参报报导 feedback 字幕志愿者 由于�ét disciples